他會先把題目到底他要做什麼 比如說這個是排桌等等 然後理由這邊敘述清楚 而且還會特別提到說這個什麼地方可以用派子上用場 感覺還蠻好的 其實我們好像還蠻需要這些相關的範例 如果這些範例多的話 以後如果每一種 sample 都有的話 那非常的好 你就拿來用就好了 改一改 因為無中生有 這當然比較難 最好是已經有一些現有的範例 或者你可以把好幾個範例裡面的精華拿出來兜一下 就會有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不過前提是你當然也要對那個VBA基本的邏輯要清楚 比如說像這一題 那他已經做好了 不過我覺得他有個地方 可能不是那麼好 就是說第一個 他那個 arrange這個 他的那個安排的部分 那我特別強調一點 第一個他縮牌是有縮牌 但是呢 他雖然有縮牌 這個是應該我幫他縮牌的 你們可以打開 你們的那個 我看你們原來的 程序裡面 他好像 原來裡面是沒有縮牌的 所以他這個縮牌 那我是 非常的 對於縮牌這件事情 非常的敏感 因為如果你的程式 假如沒有正確的縮牌的話 其實看的會非常不舒服 那 他有縮牌 但是 有一些 不足的地方 哪一些呢 正確應該是 sub sub裡面一層 所以按個TAB 把他整個選起來 按個TAB 對不對 那 for跟ness 再來 這一層 for跟ness forness 的裡面 選起來 按個TAB 再來 if 跟 andif 裡面有東西 請你把它按TAB 縮牌 然後呢 再來 這個if 這個if有沒有 他其實不需要縮到裡面去 所以按 是不是按住再加TAB 就是叫 凸牌 把它back回來 但是 if 跟 andif裡面的東西 請你縮牌 好 這樣感覺 看起來 我會比較 感覺非常的 好 因為如果你沒有縮牌 錯在哪裡都不知道 OK 第一個 請特別注意 如果你平常寫錯的時候 沒有縮牌 請注意一下 養成好習慣吧 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 沒有註解 沒有註解說真的 叫我們一般人怎麼能夠理解 對不對 所以最好怎麼樣 自己加上註解吧 加註解的方法的話 我這邊是有 剛剛也大概幫他 幫他加一個 比如說第一個 他這個是 總共是第幾桌 那其實我大概知道說 原來的 他的邏輯 他是 看什麼 這邊有桌號 那根據桌號 把這個地方 低欄的東西 幫我們搬到 這邊的 看哪裡呢 看這邊的桌號 就是說這個桌號 跟前面的桌號 如果match的話 就把他搬過來 桌號 搬過來 OK 那以此類推 那如果裡面呢 是 有小孩 就是小孩的話 也就是說他裡面會判斷一下 他這個地方如果是小孩的話 就給他底色 底色的話呢 是給黃色 那黃色基本上 應該還記得吧 就是 顏色的話是 25 25 0 就是 紅色加綠色 就是黃色 那把 intro color 換個 黃色 就完成 他比對 如果是那個依然是 小孩的話 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裡面的邏輯 看得出來 完全是 我上課教的 一看就知道 這是 有那個 我的style OK 應該不太可能其他人寫會這樣寫 所以看得出來是 有學到 精髓的地方 但是缺點就兩個啦 縮排 跟註解 其實他如果說縮排 加了 然後呢 註解也 把它加 而且加詳細一點 我覺得 這會是更棒的 那當然 我建議啦 你如果真的要把BBA學好 這兩件事情 可以 就是平常在 做一點東西的時候 可以 把它稍微注意一下 最好 學期末 是不是每一個同學可以教一個這樣的東西給我 那會更好了 OK 因為 理論上是可以這樣要求的 是不是 有同學已經在搖頭了 不要有壓力啦 不然這樣好了 如果可以 有 有 到底你們學了多少 那可能你會 面臨第一個就是壓力 其實有壓力才會成長 懂嗎 如果沒有壓力的學習 雖然很快樂 但是學不到東西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回想起來 我學最多的時候是 像大學連考的時候 像那個研究所考試的時候 哇 那簡直是一整年全部都在讀書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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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床第一件事就讀書 讀到睡覺 連睡覺的時候 睡前 還要把那個 上 老師的上課錄音帶 放著 聽到睡著為止 醒來還繼續放 對 然後呢 連可能 那種 去洗手間的時間 可能需要長一點 也會 隨時 對 那是最 認真的時候啦 壓力大的時候 不會是學最多 但是我覺得那個 那種當然是不需要 我覺得你可以 也可以快樂 又有一點點小壓力 那學更多 OK 好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城市 那這個同學還蠻大方 他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有哪一些 包含就是說 齊個 所以你會發現 他其實list裡面是放什麼 放這些人的清單 包含就是 姓名 關係 桌號 主要是桌號 他會按照桌號 把同一桌的人的名字 扣到table裡面來 有點像是複製貼上 這個range 這個range 那比較大的差別是 如果是小孩子的話 他比如這個範圍裡面有小孩 他就是 判斷依然裡面這邊是小孩的話 就把這邊 改成那個黃色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 他欠缺 匪線 就完美了 所以後來他就問我 老師該怎麼辦 上課沒有交到匪線 我做不出來 對 好 太好了 剛剛好 那我就說你這個範例呢 那是不是可以拿來我上課 當成範 因為我也覺得 匪線非常重要 那沒有講到 好像有點遺珠之汗 那會很難嗎 其實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 加匪線的實線 按下去 加上去 第二個的話呢 加實線 並且變紅色 第三個呢 加匪線 而且紅色之外 把它改成出線條 這樣子 要把它清除掉 就清除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其實總共呢 一個就是一行程式而已 那你當然 你剛剛同學講說 老師那我錄下來 到底錄了什麼東西 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 在那個 錄製的地方 這個是錄實線的 從 那個 這個 這個地方 從 Section Boulder 一直到 End Wiz 裡面的話 錄這麼多 天啊 這麼多 不過他也是有他道理 為什麼 因為 他的那個邏輯 具體邏輯是這樣子 他只要是一個範圍 按右鍵 不按右鍵 我們用常用裡面這邊好了 他的邏輯一定是 這邊總共會有 幾個方向 上 下 中兩邊 左右 斜 所以會有幾個方向呢 我這麼多了 4個加加4個 8個 所以他是分開來處理的 但是 可不可以一次處理完了 也可以啊 如果說你要分開來處理 你就 加上什麼 特別注意 他的關鍵就是說 在 線條的 後面加上一個 他的方向 所以這邊的話呢 這邊取消一下 所以有八個 也就是他錄製下來是八個方向 那差別就是說 這個地方 他會有個方向 比如說這個是 上 有沒有 所以這個 這個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總共會有 兩個斜邊 然後這個是左邊線 上 底線 右邊線 然後 這個是什麼 垂直的 水平的 總共也是八個 那裡面最重要的基本上 就是他的什麼 LightStyle 等於什麼 等於實現 就這樣而已 實際上如果你只是 針對一個範圍的話 你就把LightStyle 前面加上什麼 把Section 改成Range 然後呢 點Bolders 再加LightStyle 等於實現就可以了 我們來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剛剛做的其實很簡單 點擊一下去 那裡面到底做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呢 就是 只有一行 也就是說呢 我在Bolders後面呢 不要指定線條 就指的是全部了 那前面呢 我要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範圍的話 你就告訴他這個範圍 是從 B3 到 H13 但這個範圍 也可以變動 你將來可以自己再去變動那個範圍 點Bolder 點LightStyle 等於 XL Continue Continue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會自動幫你加實現 其實 如果你將來要 也不用背 其實你這邊 把Range點下去 它一樣會出現Bolder 所以你直接打一個B 就出來了 DN 你記得它有個屬性叫LightStyle 有沒有 打一個L 空白線一下 等於 那你不知道 加實現 還加虛線的話 怎麼辦 沒關係 游標放在LightStyle上方 按F1 這個時候呢 它會出現LightStyle屬性 那裡面的話 會跳出 這個LightStyle 應該加什麼樣Style的 一個連結 關鍵在這裡 其實不用背 這個連結裡面 都會告訴你 如果是實現 就是這個 這個名稱 你就把這個名稱 Ctrl C Ctrl V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什麼 虛線 就把這個複製貼過去 如果你要雙線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 所以實現的話是這個 所以把它 Ctrl C 好 就可以 關閉它了 很簡單吧 直接這邊按F1 就有參稿 貼上 這樣就OK了 實現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按一下它 就有實現 那 加紅色怎麼做 紅色 其實 也非常簡單 一行程式就搞定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要加紅色 只要 在剛剛的實現下面 再加一行 就這個就可以了 有沒有 點什麼呢 Color 點Color 所以你打一個C 那我前面講過了 如果以後在VBA裡面 只要牽涉到顏色的話 顏色喔 我建議各位 你就記一個 最重要的 一個函數 叫 就記RGB就夠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按下去 它就會有 顏色出現了 好 最後一個 出現 當然你也可以有其他線條 這個地方一樣 只要一行程式 在哪裡 這邊 這個屬性 就是 weight 那weight 有點像 體 是不是體重 其實 Bolder的體重 這怪怪的 Bolder的體重 然後是 剛好是胖還是瘦嗎 所以 其實 不用鑽丟腳尖 反正就是說 墊 那你就記一個weight 然後呢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這個weight 有哪一些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游標放在weight上面 F1 一樣會有一個weight的屬性 上面這邊會有一個超連結 這邊就有答案了 豪線 1 適中 出線 細線 如果你要出線的話 請你把這個複製一下 那如果你要其他的 當然你就自己去選 我把它用出的 等於 剛剛那個常數 這樣就ok了 所以 點它 它就變實線 清除 那怎麼清除 其實清除非常簡單 直接一行就搞定 xl none 特別注意 非常好用 也就是說以後 你只要記得 他就是實線 後面改成 沒有 沒有特別就是 xl none none ok 這個地方給他 他就幫你把lifestyle 全部清除掉 ok 這樣的話 你就完成了 當然將來你也可以配合 列印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印出去 那非常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非常方便 那請客宴會 以前這很麻煩的 還要排桌 那如果說所有的 都建好檔 按下去 自動就排好桌了 這感覺其實還蠻好的 ok 那最後就是再把框線加上去 那幾乎就差不多了 ok 實際上這樣應用 就非常的便利 所以最後 實線 紅色 出現 清除 那這個部分的程式 應該在雲端上也有 看一下 應該在 在這個外面 應該各位都找得到了 外面的部分 你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 我都有放在這邊 你把它彈出一下 這邊有一個 最後的畫面 然後 總共會有 四段程式 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畫給各位 試一下 基本上 這個 加框線 最重要就是利用一個叫boulder的這個物件 boulder 加S boulders 那裡面的話就是三個重要屬性 就可以 幫我們把 整個範圍裡面的 儲存格做變更 那當然如果說你將來要針對的是 上下左右 一個 哪個線條 你也可以去做變更 不過 我想一般用到 大概就是整個 框線的比較多 然後 好 吹 您